南韓國會議員提出一項的動議 以涉及上千萬美元腐敗醜聞為理由 彈劾總統朴近衛 這項動議星期四 在擁有300名議員的國會全體會議上提出 議員必須在24至72小時內 就這項動議進行表決 這個意味著正式投票 將於星期五國會例行會期的最後一天舉行 朴近衛總統因為與一名長期的物友 吹順實的關係而廣受評擊 這個人已經受到欺詐未遂等指控 檢察官說 吹順實強迫南韓一些最大企業 向他控制的兩個基金會捐款幾千萬美元 吹順實還被控 將其中部分資金轉入自己的私人公司 和轉包給朋友的合同 朴近衛堅稱自己從未親自 是從上述的集資活動當中受益 也不了解自己身邊人從事的這些違法活動 而另一方面 吹順實就以身體狀況不好為理由 和正在接受犯罪調查為理由 無視國會的傳票 拒絕在星期三到國會一個委員會作證 另一些調查當中的關鍵人物 也拒絕了國會要求他們作證的命令 該委員會主席、新國家黨成員金城泰說 對那些是缺席的證人將下令強迫他們到場 而且他們將會承擔法律的後果 在南韓 違抗國會命令的人可以被判刑五年 不過這些懲罰在過去極少執行 學家人和其他人 是一個有關鍵人的 其他人會感覺到